兩三成 端出結婚喜宴料理 菜色包含有冷盤炸湯圓 以及高價位的龍蝦 魚翅鮑魚 還有龍虎班等高檔食材 過去新人辦婚禮流程 都是確定場地訂桌後 才會試吃菜色 但南部這家老四號的 宴客餐廳 反過來先讓新人試吃 覺得好吃再下訂 而價格也超平價 每人百元有找 就可以吃飽飽 而限量200人 7月先食班 在疫情過 我們打算打破常規 推出這樣子一個 99元的一個象徵性的收費 然後讓您在先來試吃 然後再決定說 這個飯店適不適合我喜歡的 然後我們再下訂這樣 隨著疫情解封 沒有群聚顧忌 但業者也發現 新人到餐廳宴客 舉辦婚禮趨於保守 主要是受限於預算 也因此桌菜可以壓低價格 不再貴三三 食材平均上漲 我想超過三成以上 那我相信這個價格 一般市面上是大部分 是屬於一個 大家比較安全性 可以接受的價格 不只餐廳搶購婚宴市場 五星級飯店同樣看好 不只本身設有宴會廳 更有飯店住宿優勢 以一條龍的服務 讓客人完全不用花心思 忙到銀頭鑽箱 飯店辦婚宴的好處就是 飯店除了像是有宴會廳之外 其實還有客房 所以其實在這裡辦婚宴的話 像是我們定期滿十桌以上 就會贈送住宿券 那在試吃菜的話 我們最少有一桌 七折以上的優惠 業者說跟去年相比 婚宴訂桌漸漸增多 成長幅度約二到三成 新人步入禮堂宴客 桌宿 菜色都有所評估 業者讓新人先以低價試吃 同時突破過去做法 爭取更多客源 三區諸位的紅豬豬 高雄播到